那我们今天又继续讲独裁和艺人独裁 那前面呢我们讲了与民主相对立的威权 跟极权 我觉得还是这个沙头你还是树林的非常清楚的 尤其是这个极权 是一种极端的全面的一种掌控 是吧 就任何东西可能它走到极致 可能都可能成为极权 是吧 甚至包括自由 走向极致 可能就成为这个自由的反面 是吧 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讲 其他的与民主相对的这个反义词吧 那这些词当然也包括像暴政和专制 但是呢 这一节我们主要是要集中在独裁这个概念上 最后会归结于个人的独裁 那么暴政和专制呢 它基本上是一种标签性的一种存在 是吧 那暴政呢 在政治思想史当中 它是有很漫长的 详尽的这个记录的 对古希腊人来说 只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纪 这个暴政和 暴君和这个君主啊 才被用于指个人的这个统治 在此之后呢 这个暴政呢 它就开始指的是那种没有法律 没有震荡性的一种变质的一人统治 其实有点像是一种篡权 建筑统治 是吧 那么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呢 这个词 暴政这个词就会被不断的使用 到了中世纪呢 这个词被进一步的精确化 我们可以想一下那个巴托罗 达萨索费埋托和这个萨努塔蒂 他们对于这个暴 两种不同的暴政 所做出来的一种划分 这都是关于中世纪的 一种暴政呢 是同行使权力的方式 相联系的一种暴政 另外一种暴政呢 是同非法或者残暴的 崛起权力的联系起来的 一种是你崛起权力的方式 是宫廷斗争 是残暴的 那你是暴政 另外是你的权力的行使过程当中 你也是残暴的 就有这两种划分 那么蒙娜乔玛奇斯呢 这个作者呢 他论证说诛杀 他论证到一些诛杀暴君的 那些权力的文献 那么很显然 他对于能不能诛杀暴君 是吧 那这个呢 就是按照这样的这种 划分的模式 去展开分析的 但是我们很难看出 这样的划分 以及文艺复兴和17世纪 论述这个主题的文献 如何能够适用于 现代的情况 和今天的那些乔装 打扮起来的正经 就是他可能其实是暴政 但他表面上装得 很文明很温和 那我们的那些靠群众 拥戴起家的独裁者 你很难认为他们是 靠一种残暴的方式 掘取这个权力的暴君 是吧 而我们所谓的这种行使 暴政的这种标准 也同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 这种道德和自然法的标准 是大不相同的 那么另一方面呢 专制 我们刚才把报纸讲完了 现在再讲专制 那么专制的这个概念呢 其实我们说了很多 但是从来没有得到深入的说明 这是因为呢 直到孟德斯丘之前 其实专制这个词啊 一直没有进入政治制度的 这种分类当中 对古希腊人来说 专制其实就是指 野蛮人的这个制度 比如说他们把波斯帝国啊 理解为是专制的突出代表 那么在他们看来呢 亚洲人生来就是奴隶 自然是要服从专制的 那么就此来说呢 专制和暴政呢 完全不是一回事 是吧 那因此呢 暴政他可以统治希腊人 也就是那些有自由能力的人民 并且呢 他是短命的 而专制呢 他是一个野蛮的东方的 是吧 他无可争议的 而且是无休止的 统治着那些没有自由能力 没有反思能力的这些人民 所以专制一直是一个 在古希腊的这个西方的政治 制度普系当中 他好像是用一种别人的 一种标签 是吧 那另外一种叫绝对统治 是吧 绝对统治这个名称呢 其实我们前面讲 这个集圈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了 这个名称其实没有提供多少好处 那就从分析上啊 从这个描述层面 是吧 总而言之啊 像专制暴政和绝对啊 这类名词呢 基本上只是让人泛泛的详醒 一种令人不快的 这种压制性的这种政权 如果我们想要更详细的 去了解这个 暴政专制和绝对统治制度 运用权力的这个方式 特别是允许这种运用方式的 那种国家形态 我们最好就要参照一些 更为现代的这种概念 那么独裁了 实际上就是一个逐渐的代替了 暴政的概念 这是因为在过去五十年里了 我们大量的从过去的暴政 所指的意义 上去指这个独裁的 那么在许多方面 独裁概念的这个变化 是合乎逻辑的平行于 绝对统治的概念的这个变化 直到那种任意的权利 或者绝对权利的观念 遇到了受到法律约束的君主 也就是立宪国家的观念之后 我们才能够从贬义上 去理解这个绝对统治 也就是说在之前 这个绝对统治 不一定是贬义的 甚至大家认为 可能还是个好事情 对吧 这也就是为什么到18世纪之前 绝对统治的消极意义 从来没有得到 这个学理上的 完全的这种肯定 这是没有任何例外的 比如说开明的 绝对统治的概念 大家是觉得是一个褒义词 那么独裁的情况 其实也是一样的 只有在近代发展 那一种契约统治 就是因同意而统治的 这样的充分的 和成功的经验以后 大家才觉得那种 不经同意的独裁的统治 绝对的发布命令 这个东西可能是有问题的 是吧 那么到这个时候 所谓的独裁这个词 才呈现出消极的含义 是吧 它是以建立在 同意的统治 这样的是相对立的 是吧 那么罗马的独裁者 是一个短命的 而不是非常 而且是非常时期的长官 罗马他们也有一种官位 叫做独裁者 就是他一般只是六个月 而且是非常时期 非常时期就觉得独裁者 他是有必要的 他被严格的规定 是用在应付军事上的紧急状态 是吧 这是一个紧急状态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设置 可是这一制度呢 在公元前三世纪 他就变质了 到了凯撒 他又使他彻底的变质 这就是人们对于 所谓的这个 独裁啊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 矛盾的这个回忆 那么马基亚维利和卢独说 都称赞罗马的这个独裁制度 这一名称直到大约一个世纪之前 一直跟罗马的执政官 这个独裁都是联系在一起 用执政官 你肯定就是需要独裁的 那么在意大利复兴运动的过程当中 法利尼于1859年 那么加里波特在1860年 他们都在意大利的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在爱比利亚 一个是在密西西里 他们都宣布自己是独裁者 这个事实就可以印证上面的看法 就是说 他从字面上 他说明了这个名称 是具有可取的 这种意韵的 当然他也蕴含着 令人惊惧的 恐惧的这种力量 他需要有一种 是吧 绝对的一种权力 能够另行禁止 那么第一次产生重要的奇异 显然是出现在一个叫 不党基的人的著作当中 他大概对马克思 是有所启发的 可是马克思很少使用 无产阶级的这种独裁 对吧 一般我们都会 翻译为无产阶级的专政 当然我们也有 某些英明的领袖 也会非常坦然的说 我们就是搞无产阶级的独裁 那么但是呢 这个布朗基使用这个词 它的用意也是极为单纯的 它只是意味着 独裁就是需要 诉诸暴力的意思 那么除了少数人提到过 像路易达普伦的 波拉巴独裁之外 只是由于法西斯主义 这个独裁这个词 才被逐渐的被明确的 理解为一种 独特的国家类型 所以呢 不用奇怪 关于独裁 也就是在罗马帝国之后 意义上的独裁的 这种理论 它直到了20世纪 30年代 其实才出现 那么 比较令人奇怪的 一个例外 反而是 从那时以来 其实关于独裁的理论 几乎没有起到 什么样的进展 根据权力的夺取和 震荡性的这种特定形式 延续和继承的问题 因为延续和继承问题 它自然是独裁的 这种薄弱之处 那么延续和继承问题 到今天为止 它都是在独裁理论当中 是没有真正的展开 这个讨论的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根据 国家权力的明确形态 和行事方式 来确定各种 独裁形式的理论 这个很难去设计 一个理论的一个模型 或者框架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 就把独裁这个概念 引入到社会领域 他们就把西方的民主 就称为资产阶级的 和资本家的独裁 但是这样的一种 外言的扩大 也妨碍了独裁理论 那么马克思主义者 所谓的独裁 其实就是葛兰西 他更恰当的所称的 叫做领导权的东西 可是呢 即便是有着 名副其实的 这种独裁理论 你想要让人们 普遍的接受 如此自相矛盾的概念 仍然是不容易的 那么有一种 受到资产阶级 或者无产阶级之内 没有定型的 实体统治的 那种没有首领的 这种独裁制度 我们是独裁 但是我们是一个什么 集体的名义 是以什么 先锋队的名义 好像没有首领了 首领了等等 那么尽管我们的 独裁理论 事实上 仍然是十分的 不确定和不全面的 可是这个名称 它有着适合于 进行结构说明的好处 我们简单的说 独裁制度就是指 非宪政的统治 或者是因为 统治权 它使已有的宪法 就成为了一种摆设 或者是因为 他们制定了一部 实际授权他们 为所欲为的宪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 独裁的结构 它是或者完全能够 是被能够设定为 宪政结构的反面的 与宪政结构相反的 就叫做独裁结构 独裁结构就是意味着 权力不受到制约 所以这不光意味着我们从受法律约束的君王 回到了不受法律限制的君主 就目前而言 其实任何国家的组织 章程都是高度复杂的 这就意味着即便是独裁制度 也表现出了高度复杂的权力结构 可以这样说 独裁制度不再是没有政党的国家 它不是消灭一切政党 而是普遍的建立为一党制的这种国家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一党制的这种结构的终点 或者起点到底在哪里 今天仍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所以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 确定独裁制度的结构 那么还应该记住的是 马克思主义已经让阶级独裁 这个并不严格的概念是家喻户晓了 那么这才使得我们听到 有人会把民主当作独裁 我们的比如说民主就是人民的专政 人民的独裁 加以讨论 那么我们既然是生活在一切谬论 都已经被说尽了的时代 所以耐用这个名称 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是也不会使我们就真的失去勇气了 就说就不会把独裁作为民主的对立词 是吧 从根本上来说 民主和独裁其实也是 当然是相互排斥的形态 那这种把民主跟独裁对立起来 这是一个无懈可忌的主张 那么难道就没有一个 能够成为民主的 无可争议的和难以驳回的 恰当的反义词的术语吗 我们前面说 民主跟独裁可能也是交叉的 我们现在论述了那么久 都是在找与民主相对应的反义词是什么 那么萨托尼提出了 可能一人独裁 就是真正的跟民主相反对的一个素预 是吧 一人独裁的概念 由于我们前面所评论的各种威权极权 专制绝对的独裁的这些 暴政这些概念 因为它直截了当地指明了一个建构的原则 这是在孟德斯就意义上的 就是说以权力的正当性基础有关的 产生掌权者的这种方式 就能够进行一种描绘 它到底是民主还是独裁 就当区分或者选择是民主还是独裁的时候 对比是十分清楚的 我们把民主跟一人独裁 给它相对立 中间就可以排除很多胡说八道 是吧 那么就首先是因为 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比较 有一个比被定义的词 就是民主 这个词更加明确 更加简单 更容易把握的这个词 这个词就叫一人独裁 那么如果好的这种定义词的条件 就是减少了它的被定义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我们相信个人独裁 就是十分的符合这样的这个条件 那么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命题 就是民主就是非一人的独裁 是一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 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 这就意味着民主是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利 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利 属于某一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 权利它不是任何人的财产 更具体的说 民主是这样的制度 它信守 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 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 不可改变的掌控权力 这个原则 那么正是由于否定了 这个一人独裁的原则 民主的准则 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利 只能由他人授予 并且它总是 而且只能是 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的授予 就是说你不能说 我授予你了 就是一锤子买卖 是吧 我就永远不可能撤销 不可能变更了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 那这个就意味着 权利的授予者 他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权利 这还谈什么民主呢 是吧 因此呢 这个领导者 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 不受约束的这个选举当中产生的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 只要别人向你授权的权利 遭到了这个损害或者篡改 也就是说你通过压制不同的意见 或者不提供其他的选择进行压制 那么民主呢 他从根本上就被扼杀了 不管民主会是什么样子 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 只要他不是这样 就是他不是一人独裁的 准确的对立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说 他不是民主 那么从非一人独裁的角度 我们也很好地能够理解 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怎样把人民的权利加以落实 以及使它作为一个首要的条件 得到保护 因为它其实涉及到 我们要真正的去落实 是吧 那么行使权力 它要依靠授权 公共官员 它要受到事先制定的 法律制度的这个约束 然后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策换领导 限制他的这个执政时间 使他对人民负责 以及防止权力的滥用 这些都是实现民主的必要的条件 那么既然我们这本书的中心议题 是定义民主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以上的论述 给它重新表述成一个定义 民主是什么 民主就是指这样一种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谁也不能选择自己进行统治 谁也不能授权自己进行统治 因此谁也不能自我建议 无条件的和不受限制的权力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从反向的角度 去表达民主特征的定义 从任何意义上来说 它都不可能是一个正面的 详尽如意的定义 但是呢 在这样的一种限制之内 这个定义却表现出特别大的一种 解释力和说明力 比如说它确定了民主的专有的属性 而不是我们前面列举民主的特征的 那些偶然的或者半生的属性 也就是说 任何建立在其他原则上的 社会或者政治制度 就按定义 它就不可能是民主制度 另外呢 我们的定义 似乎也处在描述与规范 相互分离的这个交叉点上 当我们说只有别人授权典礼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描述性的陈述 因为民主事实上就是建立在 别人授权的原则上 同时它又是一个规范性的宣言 因为就应该这样去建立民主 那么我们还要问一句 这种对比性的定义 也就是说民主就是非一人独裁 它跟我们前面的定义说 民主就是选举式的 多头统治的这个民主 是吧 从规范的定义 把民主定义为选择性的 多头统治的民主 一个是选举式 一个是选择性 我们前面七分过了 是吧 那么选举式是选人 选择性的可能 它是选择者是 是事情 是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理解是 这三个定义不但相互一致 其实是相互相成的 实际上对比法 证实了选举竞争定义的重要性 它可以视为民主从正面程序上 得到了落实 同样 民主统治虽然不是一人独裁统治 但是它毕竟还是统治 它只受到这样的事实 就是我们的理想不应该错误的走向 追求无统 无领导的状态 所以民主它并不影响有权威 有领导权 还应该补充的是 这种从反面求证的途径 没有必要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 就是非要给它限制在 非一人独裁的这种严格的意义范围内 比如说一人独裁原则的含义 就是指权力不受约束 不受限制 以及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的这种进行集权 集中权力的统治 它民主也需要有一种效力 那么反过来说 这种非一人的独裁 它的含义就是 权力将受到限制 受到约束 根据信服它的需要 尽可能地成为多元的统治 这就是这两种对立性的这种含义 那么说民主不是什么 无法充分明确地告诉我们 民主是什么 但是从与一人独裁的对立面 来定义民主 我们立刻就找到了 划分民主起点或者终点的界限 在这个界限范围内 我们就可以对它的这种 正面的特点 进行一个清晰的这种描述 是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意思 这是关于我们对民主不是什么的一个专张的 好几讲的这么一种论述 下面我们进入第八章 它就讲叫决策民主论 是吧 我们看它的这个提计 还是引用了一句名言 肯德尔说的 他说我们有望理解现存的民主制度 但是它仅仅取决于我们在准备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到民主的强度问题的各个方面 以及它所引起的复杂现象 就是说我们讲民主的决策的时候 就会涉及到民主的这个强度的这个问题 是吧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政治决策的这个性质 前面几张呢 主要是讲概念清理的工作 现在我们要谈一点跟民主的这种心理论 没有多大关系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从用新的眼光 从决策的角度进行讨论 那我们要区分四种决策入手 一个是个人决策 第二是团体决策 第三是集体决策 第四是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那么个人决策 它是每个人为自己做出的这种决策 就自主自决 不管它是出于自愿 还是外来的命令 而团体决策呢 它是指由具体的团体 也就是实际参与决策的 面对面的和相互影响的 个人做出的决策 而集体决策呢 我们很难给它明确的定义 一般说来 人们认为这是有许多人 做出的这种决策 是吧 那么就我们所做的气氛来说 与团体决策相比 集体决策呢 它涉及到一个大的群体 它不像 并且不能像具体的团体那样运转 具体的团体它是一个组织 而一个组织它是可以自我运转的 我们还应该理解的是 不应该把集体决策混同于 集体偏好 偏好不一定是决策 因为集体决策无惜产生 集体偏好 也就是说 集体决策不一定是 反映社会偏好的一个结构 对吧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叫做 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可以说 集体决策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它们都具有从任何意义上来说 都不同于个人决策的属性 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又非常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决策 个人团体和集体的决策 它都涉及某个主体 涉及到决策者 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它只是适用实施于某个集体的决策 不管他们是一个人 少数人 或者许多人做出来的决策 那么因此定义的标准 不再是谁在决策 而是他决策的影响面 不管是谁在决策 他们都是在为大家进行决策 那么首先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这个概念 使得有可能主张 政治它就是由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所构成的 请注意集体决策和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之间的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只存在于普遍做出的决策 以普遍接受决策同时存在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事实上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但是随着政治单位的规模的这种增大 它就出现得越来越少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宏观水平上 政治归根到底就包含着脱离了每个人本身能力的决策 这些决策被制定为法律 他们也是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做出的决策 政治一定是讲命令和服从 一定会有一些人为另一些人做出的决策 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也是代表其接受人所做的决策 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 因为决策者为一切人决策 只是就他们的决策要落在所有人头上而言的 那么当然一切政治性的决策 都是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但是反过来说就不对了 并不是说一切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它都是政治决策 例如我们在谈到经济权力的时候 我们也会涉及到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涉及到有些人 比如说资本家或者公司 他为工资的争取者和消费者大作 也做出决策并且强加给他们 那么从影响到集体的决策这个概念当中 我们无法找到政治权力 经济权力和其他权力的区分 这种区分是等级上的区分 也就是说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它是否是政治决策 其节一 他们是一最高决策 第二他们不留于地 第三他就有惩罚能力 最高决策是说他们能推翻其他的规定 不留于地 而是说他们适用于领土将决之内的全体公民 那么有惩罚能力 是指他们有着合法的暴力的垄断作为支持 那么如果认识到政治 就是由对大家的幸福或者不幸 有较大影响和无所不及的影响到集体的决策所组成 那么以马克思的绝对自由理想 或者无政府主义者的 还需要政治干什么的问题为起点 是否合适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无稽之谈 我们为什么喜欢别人代表我们做出决策呢 尤其是当政治决策能够影响到生命和自由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还要怎么做呢 虽然回答已经说了上千次 但是再多一次也无妨 在假想的自然状态下 所有决策都是个人决策 另一方面 任何组织化的集体 至少从其接受影响到集体的决策而言 都要服从集体化的规则 这是它的组织前提 但是即使在相同的技术和环境的条件下 个人决策与影响到集体的决策 在当代不同社会的这种范围 也是十分不同的 比如说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 影响到集体的决策的领域 比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域 不知道要大多少 这种差别的基本原因 是意识形态上的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解释 但是我们要相信 在这里指出意识形态的因素 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人们常说 我们面对两种意识形态 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因此呢 你面对两种只能听其自然的完整 这种处理方式其实夸到了 所谓的僵局 因为所谓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在集体主义的效用和必要性 得到合理证实的时候 是需要让位于集体主义的 我们知道公立主义的思考 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就是要进行一种价值的权衡 但是反过来说则不对 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它是从步让步的 它认为私人或者个人决策 本质上就是罪恶的 因为个人主义本身就是坏的 因为它允许私有财善 私人资本的积累 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的坏事 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 其实它们是不对称的 是吧 它们是不对称的 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 意识形态与集体化决策的效用 把这两者要加以西分 并且指出 抛开意识形态的教条不谈 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成本收益的角度 去评价他们 把以往留给个人选择的事情 交给集体决定 它的理由一般是与技术要求 和当代社会对服务 和集体福利的要求有关的 但是这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 没有关系 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 把某个决策领域 比如说教育 住房 运输 公共事业 交给集体 它的好处是否被成本抵消 这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但我们说的好处 肯定至少从长远的眼光 和累积的效果看 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有意而重要的 就是什么时候 使某个决策领域 集体化 才是必要的和恰当的 另外一个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 在使决策集体化当中 我们还应当如何行事 一方面什么时候交给集体 一方面如果交给集体了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 不仅是有效的 而且是有边界的形式 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 问题继续去深入 对决策的思考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